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4号 咱们做一下复盘 先从大盘再从板块 然后呢当前是属于什么样的阶段 那么像商政指出的 咱们在前面对他的一个判断呢 向上中期的视角来讲 空间或许有限 然后的话呢 向下一个是武军 一个是上周式的阳线尸体 作为防守卫 那么像今天来看的话呢 昨天给出跳空高开的 假音带有命的上线 今天呢跳空低开 跳空低开的话呢 而且收在武军的下方 武军的位置呢是3663 今天收在3661 那么顶分铺武军 那么接下来是调整的开始呢 还是只是一个反弹过程当中的震荡呢 首先从日开的一个视角来讲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接下来还是要做出 完全分类的一个维度 就那顶分形 就是这个位置其实已经称 已经成为一个最小维度的这个小半岛 小半岛的话呢 那么就是今天跳空低开 昨天跳空高开 那么这位置是可以把他做一个小 最小的这样的一个小半岛的一个 导行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所以说呢 当前空头的力量还是要防范的 就是呢 咱们来做一个反向的一个思考 什么思考呢 在这样的节点 这个节点的话呢 中间一个开线是一个长下营 那么第三根开线的话呢 是一个强反包 当时呢 是把这个位置做一个强底分 强底分出现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对应的震荡 震荡 震荡当中主要不把这个底分的底给破坏掉 主要不把这个阳线失利给破坏掉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必要 任何担忧的 就是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思考 就是呢 强底分之后 只要没有 不能把这个底分给破坏掉 那么呢 都可以期待一比上的延续 这是一个视角 如果说把底分的底给破坏掉 那么一比上 它的一个预期相当于失败 然后呢 延续原先的运行 那么反过来呢 也是一样的 反过来的话呢 对应的 例如说 这个位置已经呈现一个顶分 而且这个顶分的话呢 对应的 因为昨天 它是给出一个带有明显的上映线的 明显上映线的话呢 那么首先接下来观察的节点是 接下来的 明天 或者是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 观察的是什么 向上 能不能把这个高点给覆盖掉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高点给覆盖掉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还是属于向上的 这向上的 一笔的延续当中 如果说向上不能把这个高点 昨天的高点给 给覆盖掉 那么呢 防范呢 是一笔下的一个 延续 一笔下的发展 这是一个 从事开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跟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分钟结构 那么 分钟结构里面 这个位置 其实还是 可以作为一个震荡 接下来 还可以期待一个 小小的反出的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上周式的阳线实体并没有破 没有破的话呢 那么当前怎么去看呢 我们来用 分钟结构 例如说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去观察 用五分钟维度来去观察到 从3448点位以来 这样的反弹 反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前面呢 咱们是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 五分钟中枢延伸 那么五分钟中枢延伸之后 对应的 给出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给出来过 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作为一个 五分钟中枢主见来去看待的 就是一方面呢 像 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 回落的话呢 像我们当前前面这个地点没有破 而且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 推演的角度来讲 可以把它作为 第二一个五分钟枢 五分钟枢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观察的一个 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 前第一是一个观察点 第二 那么向上观察的是 力度 一能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突破 这个位置和它有被辞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从3448点位以来的 反五分钟 反弹 由盘整发展成为趋势 那么随时可结束 这个结构也非常饱满了 就如果说向上 第一种情况 把这作为五分钟枢 一旦呢 给出新的 向上的离开段 那么观察力度 力度一旦有被辞 那么对应的 就要有什么呢 防范五分钟 趋势的一个反弹 随时可结束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向上 第一种情况 如果说这个位置 作为五分钟枢 主见 然后期待向上离开段 第一种情况呢 观察是否有被辞 就是接下来只要不出现 如果说不出现 这样的一个中央昌阳放量的 这样的一个中央昌阳的做法 那么即便反弹上去的 也是以找卖点为主 就是向上呢 个人认为向上的空间 是有限的 但是当前呢 结构来讲 还是可以去 可以去观察 这是一种情况 这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观察是否被辞 好 那么第二种情况 这个位置的话呢 什么情况下 是可以做一个防范的一个节点 而且呢 是以退出 或者是以这种降低仓位为主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 没有向上组组一开段 而是呢 继续往下调整 调整的幅度加深 调整幅度加深过 这的话呢 把前面这个位置跌破了 跌破过 后面反抽的话呢 甚至连把这个中央的下沿 都不接触 给出这样的一个 类伤脉的一个走法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下方 走出这样的一个震荡 防范的是直接反向运动了 所以说呢 如果说后面出现急促的一个 往下 后面任何的反抽 都是以找卖点为主了 这是把它作为两种 不同的一个选择 不同的一个视角 那么除非什么呢 除非后面给出 中央 长阳 方亮 和前面 吴贝驰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他才有可能 给出 反弹的延续 好 那么咱们前面表达的一个节点呢 也是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其实 作为什么呢 像上 中期的视角来讲 3730一带呢 是有明显的沉压的 这一点呢 没有突破之前 没有必要去赌 没有必要呢 想来 是不是大牛是来了 没有必要 欲往上呢 而且前面对的一个态度是欲往上 欲谨慎 长欲轻 但是呢 举不同的板块 不同的 不同的一个方向 不同的个股的一个位置 它依然有 不同的机会点 好 其实像今天的话呢 对应的 属于 涨跌 评分 秋色 其实今天还伴随这样的 进白骨涨停 所以说呢 指数 是 是这样的调整的 但是从体材的角度来讲 那么板块方向来讲 像一些底位科技方向 还是今天涌现出一些活跃的一些动态 那么这是对于商人指数 真的指数 也就是说呢 当前的一个观察视角是什么呢 可以把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低点 例如说 3651的位置 观察能不能数得住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震荡不破 3651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还是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五分钟数 来去看待 把这位置作为一个五分钟下 五分钟线转上 五分钟线转下 五分钟中输 组件 如果向上的看力度 力度弱 那么呢 向上一早卖点 但是你要是用一分钟的一个结构来去看的话呢 其实 更加清晰 用一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一分钟大线转下 一分钟盘整上 一分钟大线转下 大线转下 其实这个位置 1235 这个位置已经有被迟 今天呢 并没有破前面这个低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不排除 向上 向上反抽一下 看力度了 好 这对于三种指数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板块 板块的话呢 那么今天对应的 从 体材的一个视角来讲 一个是 对应的像 元宇宙这两天 表现比较活跃的 与之旋 不管是虚拟现实也好 还是说像 网络游戏也好 其实核心还是元宇宙的一个展开 但是对于元宇宙的话呢 当时依然是把它做为什么呢 作为这样的一个概念式的操作 而且呢 五连扬之后 今天元宇宙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和从高回落 对面的上线 那么元宇宙的话呢 那么短期来讲要防范调整 不能再去追 好 那么其他的话呢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像体位科技方向的 体位科技里面的话呢 例如说 像 数字货币也好 包括呢 像软件服务也好 这里面不管是像近期 四季比伏的 像华为 好 再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从科技的一个表达上面来讲 我们来看对应的话呢 好 像从题材方向里面 像数字货币 包括的话呢 像国产软件 软件服务方向 那么呢 这是 底位科技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的话 列出像 金融 金融的话呢 那么今天实际上是一个全面的分化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像新能源 新能源方向的话呢 也是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分化 那么对于新能源方向呢 不管是锂电池 光伏 能源车 咱们前面给他讲到过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储能 方向是好方向 但是呢 位置不是好位置 所以说呢 整体来讲保持谨慎的一个视角 再次的话呢 像周期方向 周期方向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今天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分化和调整 所以说呢 今天全中类的 像金融 周期 包括呢 像新能源 都属于全面调整 但是呢 像科技方向呢 不管是源于宇宙也好 还像 区块链也好 像收集货币 包括呢 像软件服务等等 华为 像一些科技体材方向的话呢 还是表现的 还算不错 就是还算比较活跃 那所以说呢 像今天对于创业版指数来讲的话 它是只是一个 有上行只是一个震荡 所以说呢 这是咱们前面对 对讲过呢 对于科技方向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对于科技方向的一个态度是属于 用中长的一个视野 然后的话呢 反复的去跟踪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还是挖掘列数呢 咱们前面点评过的列数像 安吉科技 好 就属于什么呢 长周期来讲 调整比较充分 位置在底位 近期的话呢 有量堆 有量能 如果说呢 背后方向 一级还可以的话呢 这类个股 其实更容易什么 被市场的一个选择 走安全便宜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 当前列出的像收入货币里面 收入货币里面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是有过这样的一个反复的 前面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点评和跟踪 那么对于收入货币里面 其实核心的话呢 还是前面 如果说前面调整比较充分的 近期量都又呈现了 那么对应的话 低息高高的一个视角 或者是安全便宜比较高的 维度去跟 但是呢 如果说连续涨了两天三天再去追 那么估计一追又要套 就它的一个持续性来讲的话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全面进攻的一个 一个市场和行情 所以说呢 用低息高抛的一个视角 而且的话呢 指数而言越往上越谨慎 局部的话呢 以底位为美 然而按照一定的交易节奏来去跟 好 所以说呢 接下来的话呢 那么对于指数来讲 对于我们的商人指数来讲 先观察的是 例如先以上周四的阳线实体 上周四的阳线实体作为一个防守位 好 那么呢 如果说向上 不突破前面高点 肯定是量的 如果给不上了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那么肯定是 防风险防 三四十八点位以来反弹随时可结束 如果说呢 突破前面高点的 看力度 力度如果说 给出这样的一个中央 苍阳带量的 那么可能还能够虚命 还能够多玩两天三天 如果说呢 后面再往上对应的一个力度不强 有被迟 那么呢 也是要防范 但是局部的话呢 还是局部的板块 局部的个股 还是具体个股具体分析了 这是一个对指数的一个态度 就是当前的话呢 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第二个五分钟中枢组件 五分钟中枢组件来讲的话呢 还是可以期待一个向上的离开段 或者期待一个向上反处的一个动作 对于板块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于高标的板块 高标的个股谨慎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每每一句 好 喜欢的朋友就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